大家好 欢迎收看基金我最通 我是林奇芬 好 那么在今年全球疫情发展之中 有几个国家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那其中印度也是一个 受到疫情冲击比较大的一个国家 那我们看到其实印度到最近整个确诊的人数 已经突破了9万人 那这样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中国 也就是原先疫情的一个发源地 那虽然到目前为止印度的死亡人数 还是算是比中国还要来的低 不过呢因为整个印度的医疗的体系不是太健全 那所以其实整个医疗的系统呈现有些崩溃的状态 所以后续整个印度的疫情能不能够控制 死亡人数能不能够控制 其实也存在一个不小的一个变数 好 那针对这样子一个疫情的冲击 当然对整个印度的经济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在上个礼拜呢印度的总理莫迪就宣布了 他要拿出20兆卢比来救印度的一个经济 那所谓的20兆的卢比呢 相当于整个印度的GDP的10% 这真的是一笔很大一个资金 所以当然看起来这个莫迪是想要来力往狂澜 让整个印度的经济回到正轨 不过他很多详细的一个方法或是政策 并没有做一个还没有做一个进一步的公布 不过呢当然这个印度的这个撒钱 旧经济这是势在必行的 好 那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印度 目前的一个经济的状态 所以让大家还是有点担心 他这些政策能不能带来好的效果 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印度的一个股市 在印度这个年初以来 整个股市就是呈现一个重挫的一个走势 那这个重挫之后呢 当然跟着这个国际股市 他还是有一些反弹 可是在上个礼拜 这个莫迪宣布了这个经济政策之后呢 其实印度股市并没有持续的反弹 反而呈现的还是一个比较修正的一个走势 可见的大家短时间之内 对于这个政策还是不敢寄予太过一个厚望 好 那我们就来再看一下整个印度的货币 好 我们先看一下央行的一个状态 这个印度的央行 他在前几年就是事实上 就是采取一个持续降息的一个动作 要来救经济 不过呢在今年初的时候 整个印度的通膨率是快速的上升 所以这个部分让印度的央行不敢 这个就是大举的一个降息 不过后来因为疫情的这个状态实在太严重了 所以在三月份的时候 印度的央行呢又不得不去降息 而且一次就降了三码 目前利率大概在4.4%左右 那已经是近十年来的一个最低的一个利率水准了 好 可是呢即使不断的在降息 我们看到印度的币值它是持续的在贬值 我们看到我们常说呢 看一个国家的国力就是看它的货币 那我们看到的是印度的这个货币 今年以来呈现是一个持续贬值的一个走势 那这样的话是资金会持续的一个外逃 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大家还是没有看好印度的一个经济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追踪一下最新的一些 所谓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个部分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在4月份呈现一个忽然重挫的一个走势 制造业的部分是大跌 那不只是制造业的PMI是大跌 那我们来看服务业的PMI也是出现一个这个重挫的一个走势 所以整个印度的一个经济 可以说是在3 4月之后呈现了一个极度恶化的一个走势 那这个目前这个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还没有公布 不过看起来整个数字应该是不会太好 那就是因为整个的情况是比较恶劣的 所以莫迪呢才急着要推出整个20兆的一个经济方案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印度基金的一个表现 好 那当然因为受到了这些的这个冲击来看的话呢 那今年以来整个印度基金都是跌了一成到两成不等 事实上跌势都是相当的重 那即使最近一个月的反弹 其实反弹的力道都不是太强劲 那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的话 整个印度还是呈现下跌的走势 也就是说他在今年整个2 3月的一个重挫之下呢 几乎是把过去一年整个这个印度的这个大涨的一个利多 全部都跌破了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看起来整个印度基金的表现实在不太理想 好 那台湾的投资人其实蛮多人都有投资印度基金的 大家对于印度都觉得是继中国之后的另外一个金砖四国 似乎长线的这个是蛮值得期待的 特别是在莫迪上任之后呢 有更多的人是愿意来投资印度 不过从这个数字看起来的话 可能投资人会有一些失望 好 那如果说根据整个印度目前它整个的一个经济的状态 虽然政府打算撒大钱来救经济 不过呢 目前这个疫情还没有控制 然后呢 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变数还是比较多 那会建议投资人呢 暂时不适合说想要大举的进军 这个印度基金要来减便宜 那反而是还需要是多一点的保留 还是先多的听听看一下 那如果你已经先前的定时定额 印度基金很长一段时间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要请你多留意一下 如果整个累积的金额是比较大的话 建议大家还是要适度的去降低一个投资的一个比重 因为在这一波的话 整个新兴市场的体质还是会受到是 这次疫情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那所以他们未来反弹的力道 可能是稍嫌有些不足 所以如果手上有这类的基金 还需要严控自己投资的比重 不宜放太多的资金 在这一类的这个投资标的上面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基金 我最通 如果你有任何基金的问题 也欢迎您到MoneyDJ TV 粉丝团留言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